哈囉,我是基調新手查米 我是野廠基調新手李子 對,那這次的話可以看到滿滿的地板 滿滿的地板 滿滿的地板,地板滿滿的 欸傻,還有南極蝦,這次要幹嘛呢? 這次我們就是要來基調 對,那比較不一樣的話 我們就是來到東北角 而且是野廠 那等一下的時候 我們就先聽一下地形講解囉 OK,來,GO! 二姐,先大家跟妳講一下喔 這邊的地理位置 東北角,從那個基隆的瑞賓 瑞賓開始沿線,算到那個烏石港 都算東北角 全線非常長喔 差不多76公里左右 那在東北角,它的沿線中間切割一個 那個山雕角 山雕角燈塔 前端有沒有看到那個 這個位置 6公里的位置喔 它是一個擋東北風的地方 我們在 溫谷嚕或是溫底在爆的時候 如果爆到2米浪以上 或是3米浪以上 其實這邊,我們現在有看到喔 它消下來,其實這邊的浪是平的 但是你如果開車經過山雕角 移北以後 那一邊的浪 是破到洶湧 所以我們今天才會選擇 在比較安全的位置 在山雕角的櫻歌石這邊 其實沿線,往前走有馬剛 來來,櫻歌石 再往下走 還有那個北關 沿線其實都是一個很好的吊場 那這邊的地形 它算是前場 比較前場的位置 它的深度差不多 以基調桿 我們大概12尺深而已 那再出區一點 差不多有到 差不多20尺深 所以它這邊算是前場 一般你在地人 它這邊都是以 短牽長標最多 這邊的場地比較淺 所以待會在做釣的時候 我是建議 要稍微誘釣同步一下 那所謂誘釣同步就是 你的SR在打的時候 要跟著你的釣組走 不要光釣 SR沒有空空 因為它是前場 前場你乳沒有誘上來 雲會跟上來 所以大家再注意一下 它在拌粉的時候 其實在釣黑毛 跟釣黑毛的粉 有它的訣竅在 釣黑格 它的粉 挪起來的時候 有點像冰淇淋 歪整球 很黏 那這邊的話 我們黏度會稍微鬆一點 因為它是前場 不用枕頭下去 貼在底下 在中上層就要化開了 把魚肉上來 所以待會在打的時候 不要越打越用外面 盡量打腳邊就可以 打耳的時候打腳邊一點 因為前場 你把它打太深 或打太外面 魚會整個跟出去 你看這邊有一個 前面有一個大石頭 大石頭 你仔細看一下 流向 它現在是往南走 一直在往南走 所以它打的時候 你如果站在 12點鐘的位置 你一定要往你的 10點鐘的位置走 讓它往南 往2點鐘的方向走 我們待會做釣了 會有兩種 那我先講比較簡單一點 固定式釣組 就是半油洞 半油洞的釣法 這是母線 整條是母線 那在這邊 我們會架一顆 架一個布檔 再來是 擋珠 擋珠 再來就是我們基本的單錐 那也可以簡稱阿波 其實它就是單錐 那下來就是我們的卡拉棒 或者是潮瘦 那下面下來 是我們的八字環 那我們會針對我們的釣法 比如說我們的阿波裡面 它是B 我們的母線咬了咬尖 就是咬B 或者是G2 都可以 那一般我們在做釣的時候 我們講半油洞 或是固定式釣法 都是以B以上的 那如果說是以0號 或是00號 或是000 三個0這種東西的 會針對全泳層的釣法 那其實0號 2B 甚至到5B 都可以當群油洞用 它只要有自重 都可以當群油洞 群油洞沒有所謂的 一定要用0號 待會在做釣的時候 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釣法 單錐這個釣法 是我們站高點的時候 站在高點 目視性會比較清楚 那釣釣馬 常標的是 因為我們站在水平面切齊 它看得到 那再來是講那個 因為我們剛剛有講到 這邊的地理位置 是前場 我們在做釣 所謂的阿達利 就是針對 前場 或是尿嘴的時候 魚眼舊耳的敏感度非常差的時候 咬度非常差的時候 我們會針對阿達利釣組 那阿達利釣組裡面 在我們的母線上面會加一個 他們講的柱頭 或是低功 柱頭或租功 先拿一個 阿波 做一個頂屁 說它是一個柱頭 那一般最簡單的釣法就是 我們在母線上面加一個柱頭 在母線的下緣 再加一個中繼線 就是阿達利的釣法 那這兩顆浮球 它是浮在水表上面的 那我這邊有一個阿達利釣 阿達利釣 這個東西 在做釣的時候 它會呈一直線 呈一直線 那 大顆黃色這顆是你的柱頭器 因為我們前面的中繼線太輕了 你要拿一個18尺基調桿 要做拋很難 非常難 所以我們都會加一個柱頭器 拋頭出去 那在做釣的時候 釣阿達利釣 不可以讓線呈現彎曲的動作 一定要呈現一直線 它在做釣的時候 訊號跟敏感度才會出來 那主要是釣阿達利 或是在前場 或是與舊耳速度不高的時候 去做一個快速點 有點像點道 有點像釣西哥 點一下 就有訊號 那這種東西 在我們在台灣北部 其實釣阿達利的 比較風型的地方 是在落在那個 我們的外交 烏斯比外交 那如果是以北海岸 或者是在東北嶼這邊 它可能會針對釣塞 塞肉粒 或是釣烏魚 去針對這個釣主 這是基本的 今天的釣主部分 好不好 有了有了 中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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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請記得訂閱分享 和小鈴鐺喔 謝謝